你該不會是因為喜歡我 才追過來的吧 我怎麼可能會喜歡你啊 我是為了 為了我們這麼久的搭檔友誼 這麼大 這又怎麼弄啊 何牧 我的壓力太大了 這都出現幻聽了 何牧 從今以後 我關心你 我關你 你關我 我 那我以後 走到天安海角 你都管我 卻成了最深的 無助可躲 一陣子 困扬之心 却无处可取 你该不会是因为喜欢我 才追过来的吧 我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啊 我是为了 为了我们这么久的搭档友谊 我才过来帮你一把的 我也不想我们的搭档生涯 就此结束了 再说 你对植物一点都不懂吧 你当然不了解了 像我这么热爱植物 了解植物的人 和你像饼 那简直就是 专家和幼儿园小朋友的区别 在这个时候 我不向你伸出援助之手 面对这么大的葡萄园 怎么该怎么办呀 你可别说大话 你以为种葡萄就那么容易呢 当然不容易了 种葡萄要求的可多了 葡萄这种植物吧 虽然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面 都可以生长 不管是河滩 沙漠 还是盐碱地 但是不同的土质呢 对葡萄的口感影响有很大 葡萄需要大量的阳光 和湿移的温度 而月平均温度 在十度左右最为湿移 温度过高或者过低 都会对它的生长 有很大的影响 而其中低温的影响最大 还说得头头是道的 对了 搭档归搭档 帮忙归帮忙 但是工钱还是要照付的 你看你 严肋就只有钱 那当然了 不为了钱 我跑那么远了 还是为了什么呀 好吧 那让我想想 发你多少钱呢 那就二百五 你才二百五呢 我可是公关助理的标准 那我三包 你包什么呀 包吃 包住 我们包开心 你包什么 从今以后我住哪儿啊 这是我的房间 你以后就住这儿 那我去你房间看看吧 不行 你先把你的行李收拾一下 麻烦不麻烦 飞碟 我找一找 花 给我想象的干净吧 这不是我的仙人球吗 怎么会在你这儿 我要带回去 这个你不能拿走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那天你爽于月 他可是我都嫁妆了 他可是我都嫁妆了 我不管了 反正他先放在我这里了 你先帮我把葡萄园的事情 做好了 我再考虑一下 要不要还给你 万一你哪天要生气走了 我怎么办呀 你 你不讲理 好了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他的 你看他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可是 别可是了 就先放在我这里了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嗯 快走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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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整个人的寂寞 其实早习惯了 孤独的成熟 远的我曾经的懦弱 不必解释了 不想再说 心被冻结了 感觉不到了 所有执着 都化成泡沫 转身之后才勇敢 转身之后才明白 转身的那几沉重 我却说的也没有冲 转身眼泪掉下来 转身定义更改 转身直线让我先离开 一个人等候 一个人的温柔 一个人的错 两个人的寂寞 心已被冻结了 才感觉不到什么 原谅我曾经的懦弱 你个王八蛋 你又敢来这里啊 你知道限制紧被你害多惨吗 他辛苦经营的公司倒闭了 亲爱的配关了 公司也付不起 连吃一顿饭都害怕没有前夫啊 你敢来啊 你想把他逼上坠入吗 不要滚 有我带 别想再来电视前 我带来 转身之后才勇敢 转身之后才明白 转身已经消失在 茫茫的人海 转身眼泪掉下来 转身命运更改 转身之前让我先离开 继续等待